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这个第26篇的 又落下来又落前的26知识 婚礼者礼之大本 夫妇知道人伦大结 结乙 义以合亲 恩乙好合 好 再次哦 这个26知识的部分 婚礼者礼之大本 夫妇知道人伦大结 义以合亲 恩乙好合 我们再告诉我们说 婚礼者是所有的礼的根本 一个礼 夫妻之间的结合的婚礼 是这个所有的礼最根本最根本的 因为我有这个根本 才有这个所谓的人伦的出现 对不对 有人伦的出现 才能够有这样所谓的人际 包括我们整个家庭 包括整个社会 包括整个国家 所以这样的一个结合 若是一个好的一个展现 那相对的 相对的 大家都很重视这样的礼节 大家都很崇尚这样的礼节 那所谓的家庭示威 就一定能够很祥和 因为彼此对彼此都是一种很尊重 而且这个礼都是很尊敬的 那就不会有所谓的一些比较违背这个道德论的事情来产生 对吗 好 所以说这个礼是人家说礼是所有所有的这个礼的根本 包括礼节上面也说 他说 利亚使于冠 什么 本于婚 使于冠本于婚 所以他忠于这个什么商计 尊于这个朝聘 何于这个财乡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有这个依据的 所以现在的人啊 为什么会这么的 为什么会重视这个所谓的婚礼 婚礼其实是尽管只是两家子的 两家子的结合 但是也不只是两家子 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一辈子要永永远远 为这个家庭 为这个社会来建构起一个祥和之气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们很重要哦 两个人结合不是只有两个人结合 甚至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所谓的 这个能够促成这个社会祥和的起源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这个婚礼 也不是也不要认为说它只是一个欢乐的当下而已 它是一个礼的延续 甚至它是一个国家社会的这个祥和的延续哦 好 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第26篇的这个 又落下来又落贤的26知识 婚礼者理智大本 夫妇之道人伦大劫 亦以和亲恩以好和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第26 这样的这个又落下来又落贤的这个26知识 26知识 请简主持家务 辅佐丈夫 行得妇女主委楷模 好26知识 再次哦 请简主持家务 辅佐丈夫 行得妇女主委楷模 好再告诉我们 我们一个为人妇女的 应该以勤俭持家来做为准则 若是一个 好 等一下再告诉你们一个故事 真实的故事哦 好 妇女应该以勤俭来做一个持家的准则 而且呢不管在事业上或是家庭上 对这个夫婿的帮忙啊 都要成为她的一个帮手 因为唯有我们成为夫婿的帮手 她在事业上才能够很安稳 那家庭上我们也处理得很好 她才会很放心 不要说事业跟家庭让她非常非常超凡 那这样子一个人两头忙 怎么会把事情做得好呢 对不对 所以你又是发现 你的老公 生意好像不是做得很好 诶 那这样子可能就要怎么样 要注意一下我们是不是 没有帮助老公把这个家里处理好 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学回到家之后 假如你的妈妈 常常跟你爸爸说 我啊这是不幸啊 怎么会叫你这样老公啊 怎么创的钱这么的少 事业做得这么不好 这时候你就必须要跟妈妈说 妈妈 这不全然是爸爸的错 是谁的错 妈妈你也有错 什么错 因为你可能还做得不够好 不够让爸爸很放心的去开创事业 所以呢 它会导致爸爸的事业做得这么不好 所以妈妈 你不要去怪爸爸 你只要现在把我们家庭管理得很好 财务处理得好 而且要勤俭持家呢 我想 爸爸是一定非常飞黄疼打的 但是要很委婉地讲哦 不可以说 妈妈都是你的错 就是你怎样 你怎样 你怎样 不可以 这是不对的 要说妈妈 我觉得呢 我们应该怎样怎样 爸爸会更好 怎样怎样怎样 你又是用维吾的态度 来跟妈妈来讲 欸 说不定能够造成这个好的效果来产生也不一定 对不对 好 所以说我们说了 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德性 跟一个美善的德性 来辅佐她的老公 辅佐她的丈夫 那相对的她丈夫的失业一定做得非常好 而且呢 在事业上很合适 在家庭相对的一定也会很合适 对不对 好 那若是呢 真的是成为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成功成为这样 造就这样的富得呢 那这样子的女子呢 一定也是一个受后代人所敬仰的 对不对 好 那我先讲一个这个 我们刚说的勤俭持家 这个我刚说要讲这个故事哦 前几天呢 我在上课 就是本身呢 还在进修 在上英文课 那我的英文老师呢 就跟我说啦 她就谈到她的妈妈啦 她跟她妈妈非常close 就是她跟她妈妈感情很好 那呢 感情好 非常好 无话不谈哦 那可是她对她妈妈有一种 很深刻的那种所谓的 埋怨的话 她讲什么你知道吗 她说 我真是上辈子欠了我妈妈了 我怎么会 我怎么会 落到这种地步呢 你们知道她说什么啊 因为呢 这个孩子非常孝顺 我老师非常孝顺 她把赚的钱全部都给她妈妈 那她妈妈呢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她们家有三个孩子 其中大的孩子 其中大哥呢 从小呢 从她开始工作呢 也把钱都交给妈妈 但是呢 几乎妈妈好像都会把钱不由自主地花完 然后等到这个二儿子呢 要再赚钱的时候 她又把钱呢 也都是全部交给妈妈 自己仅留一些零用钱而已 然后她也发现 妈妈怎么还是把钱都用光光 然后害她呢 想要出国去读书 甚至呢 想要比别人买一点好好东西的时候 她都没办法 所以她认为说 妈妈怎么这么会花钱 所以导致到最后 她甚至认为 她拿钱给她妈妈 到底是对还是错 因为她认为 妈妈都把钱都花光了 那我就跟她说啦 我就跟我们老师说 有时候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子 宿定 是妈妈把你的钱怎么样 存起来 对不对 就像那个 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北元五的故事嘛 北元五她妈妈就认为说 她帮她孩子存钱啊 因为她怕她的孩子把钱花光了 所以她就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一直跟她孩子要钱 一直跟她孩子要钱 但是那个北元五呢 不知道妈妈要钱去做什么 然后呢 只知道北元五的母亲去世之后 北元五才知道 哦 原来妈妈 跟我要钱是为了帮我存钱 所以呢 当下我就用这个故事呢 跟我老师分享 我老师就说 啊 真的哦 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哦 所以呢 她当下呢就改变了 就换个心境 来看待她妈妈所谓的这个钱 一手来一手空的这种心境哦 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学 父母亲对我们所做的一切 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看的那样子 你看妈妈 为我们很勤俭持家 你看的妈妈 可能不是那么的为我们勤俭持家 但是你有没有深刻去了解 妈妈的钱到哪里去了 对不对 应该去深刻去了解之后 才能够去下这个断论啊 不然你就会像这个北元五一样啊 就像我们之前讲到那故事 那个日本的导演北元五的故事一样 她就有终身的这个懊恼 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学 千万不要有这种懊恼 发生在我们身上哦 好吗 好 那我们刚才说了 说这个一个懂得勤俭持家的一个妇人 她一定能够辅助她的丈夫 同时呢她也是一个很贤能 很贤明的人 那这样的人呢 一定会受到这个后世的这个 所谓的效法以及敬仰 而且能成为后世这些女子的楷模 我们来看这个周朝的 周朝的这个三个这个皇妃 就是我们这个 嗯 嗯